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Android 这只是我双肩论股 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一位会员所问的股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图 可以看到它这边顶上有一大堆套牢盘 这边紫线跟黑线跟蓝线的都是在这边集中族 跟这个套牢盘是一致的 所以它非常惨 200千均线在上面压住它 这个也是很惨 底部筹码已经开始累积 就是说已经有人开始去收票 但是无论如何顶上筹码才是比底下筹码大很多 还是很重 所以就是说如果现在去买入的话 最多是做一个反弹罢了 就它可能上去又回来的意思 可以看到这边短期的筹码就是指示线 在顶上这边围绕住就是这一堆 底部有一个蓝线的筹码阻力线 这边蓝线已经掉下来了 这边就形成这一堆 我个人认为只要它没有跌破这个蓝线 它还是ok的 还是可以守住的 这个蓝线就是1.04 1.04 而它昨天的收盘价是1.05 暂时是涨上去 应该是算是止跌的吧 1.04 1.05 算是止跌 跌破1.04 跌破1.03 这个就很惨了 这个就可能要逃命了 呃 我问如何 呃 如果要做一个反弹的话 呃 还是ok的 只要股价站上去 这个维持在这两线上面 是ok的 这个是可以做 现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做个反弹 然后呢 目标价呢 就是这个1.2 走1.04 1.04 才是有不错的一个10 10%的这个 啊 差跌空间还是可以的 呀 呃 但是这个风险也是很高 我要说明 因为 这个顶上套牢盘 如果你是长线的话 就 会被这个套牢盘挡住 200天均线也会挡住差 呀 如果要安全的话呢 就等它突破这个 1.23 的时候 啊 可能 就比较容易操作的 因为1.23到上面这边呢 1.7呢 这边呢 蛮多的操作空间 呀 短线 现在是可以进场 长点的话 就要看它有没有注意 会突破这个1.23 呀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呃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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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